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凡天刚新闻网公布了若瑟拉清格于2006年8月29日写的这份文件如下 如果在我生命的这个晚期 回顾我所走过的数十年旅程 首先看到我有多少要感谢的理由 我首先感谢天主 一切美好恩典的赐予者 他给了我生命 引领我度过各种困惑的时刻 每当我开始滑倒时 他总是把我扶起来 总是让我重新看到他面容上的光 现在回想起来 我看到而且理解到 即使在这旅程中有黑暗和艰辛的路段 也是为了使我获得救恩 而正是在这些时刻 他全然引领了我 我感谢我的父母 他们在一个艰难时期给了我生命 并做出重大的牺牲 以他们的爱为我准备了一个极美好的住所 他们又像一盏明灯 至今照亮着我的每一天 我父亲清晰的信德 教导我们这些子女去相信 在我获取所有知识的路逐中 他有如屹立不倒的路标 我母亲深切的千金和极大的人爱 乃是一份我对他永远感激不尽的遗产 我的姐姐数十年无私地照顾我 给了我殷勤的关爱 我的哥哥以他清晰的判断 旺盛的毅力和宁静的心一直为我铺路 如果没有他一直走在我前面和陪伴我 我则无法找到正确的道路 我衷心感谢天主 他一直在我身旁安排了许多朋友 男女都有 感谢在我旅程上各个阶段的合作者 感谢天主赐给我的老师和学生 我怀着感激之情把他们都托付于他的人词 我位在阿尔卑斯山脉 巴法利亚的美丽故乡而感谢上主 我总是看到造物主的光辉在那里闪耀 我感谢我故乡的人民 因为在他们身上我一次又一次地体验到信仰的美好 我祈求使我们的土地继续为一片信德的沃土 我恳求你们亲爱的同胞们 你们不要远离信仰 最后我感谢天主使我在旅程的各阶段 能够体验到一切美善 尤其是在罗马汉意大利的时期 那里已经成了我第二故乡 对于所有我曾以某些方式伤害过的人 能够提供与天主教信仰相悖的无可辩驳的结果 我很早就经历了自然科学的变革 并且能够证实与其相反的事 与信仰对立且貌似的确定性已经消逝 表明它不是科学 而是只在表面上与科学有关的哲学上的诠释 另一方面 正如在与自然科学对话那样 信仰也学会更好的理解其肯定范围的局限 这是其独特性 六十年来 我一直陪伴神学的发展 尤其在圣经学方面 随着接连而来的不同世代 我看到那些似乎不可动摇的论点一一崩溃 证明他们只是假说 自由主义的一代 哈纳克 尤里奇等 存在主义的一代 布尔特曼等 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一代 我看到 而且还在看信仰的合理性 是如何从那些假说的纠结中浮现 而且不断的浮现 耶稣基督是真正的道路 真理和生命 而教会尽管有种种缺陷 也真是他的奥提 最后我谦卑的请求 你们要为我祈祷 如此 尽管我有一切罪过和欠缺 求上主接纳我进入永恒的 居所 对所有委托给我的人 我每日诚心的为他们祈祷 以上文章标题 本堵十六四的精神遗嘱 我是郑兆星 感谢您的收看 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